又到了我们领受神话语的时刻 感谢主 神的话总是安定在天 永不改变 这本历久弥新的圣经 当我们一打开的时候就发出亮光 圣经上怎么说呢 它说能苏醒人心 能使愚人有智慧 能快活人的心 能明亮人的眼目 盼望我们现在存敬畏的心 来从神的话语当中得着生命跟长进 今天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第12章 请你翻开使徒行传第12章的圣经 你一方面拿着讲义 一方面打开圣经第12章 使徒行传 我们来看一个题目叫做 不是异象 是真的 不是异象 是真的 请我们先来读使徒行传第12章第9节 12章第9节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请 彼得出来 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 只当见了异象 这是彼得被关在监狱里面 被天使救出来之后 圣经记载彼得的心情 圣经上怎么说呢 他说彼得就出来跟着他 跟着谁跟着天使 他不知道天使做的是真的 只当见了什么 异象 彼得以为自己在做梦 因为他不可能被放出来的 他或者认为他见了未来要发生的事情 或者他认为他在梦中 见到了他心中最渴望 被释放的事情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不是的 这是什么 是真的 是真的 彼得真的被救出了重重借户的罗马监狱 这个监狱是很特别的 你要知道监狱有分很多种 有些是特殊的监狱 有些是一般的监狱 如果你是特殊的监狱 就像什么监狱呢 就像创世纪里面约瑟 他不是被控告说 他调戏他的祖母吗 圣经上说 他就被抓起来放在什么的监狱 叫做王的监狱 王的监狱就是 王自己说 这个人是我要审问的 或者这个人是一个重要的犯人 所以关在我的监狱 我问你 王的监狱是看得更紧还更松 更紧 因为是亲命要犯 对不对 亲命要犯 彼得其实是被关在这个里面 当时他左右两手 被靠在两个钉钉的手上 旁边还有两个人 那这个是一个 一天24小时 介护的一个人犯 这个人犯 他被靠在两个人的 其他两个罗马兵钉的手上 而且旁边还有两个人看守 每一班六个小时 所以光看他一个人 就要号24个人 这是当时的情况 但是他竟然能够毫发无伤地离开监狱 难怪他以为是见了什么 意象不以为是 真的 但是题目告诉我们 不是什么 不是意象是什么 是真的 弟兄姐妹 这是我们的经验 是我们基督徒常有的经验 我问一下 动作要快 你动作太慢是不行的 有这种经验的请举手 请放下 这么少 你有经验说 我以为是做梦原来是真的 你没这种经验 难怪教会 比较压抑 我建议你们到灵恩派的教会去吧 我们应该有这样子的经验 我们以为是做了异象 我们以为是发生梦了 结果不是是真的 最近又有一个人来访问我 问我欧华神学院的事情 他说七年了 我们满七年 我们十月就满七年 十月满七年 他告诉我说 他说七年了你有什么感想 我说七年了跟我第一次 在欧华建立开学 也是等于开校典礼的时候 所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好像做梦的人 怎么可能呢 怎么可能成立一个神学院呢 怎么可能有老师来呢 怎么可能有学生来呢 怎么可能一年几十万欧元呢 怎么可能建立起来呢 怎么可能在四年之内 就欧盟说你们是一所大学 我们现在连华神都还没申请出来 已经四十年了 这叫做梦 彼得那天也是一样 他说不知道所发生的事情是真的 还以为是异象 在教会的历史当中 含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遭遇 有一件事情会一直重复 那件事情就是困境是我们遇见神迹的前奏 我再说一遍 刚才你没有举手是因为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或者你不知道我讲的这个就是那个 或者你不是一个遇见神迹的人 或者你根本没有遇见困境 因为当你遇见困境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困境是遇见神迹的前奏 我们每一个人来念一遍 困境是遇见神迹的前奏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一生不会没有遇见困境的 我们没有一个人一生不受到苦难的 遇见困境我们可以努力面对 这是我们大部分的状况 我们也可以怨天尤人当我们实在很失望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生气灰心 这是我们第一个反应 我们也可以自怨自哀当我们很累的时候 但始足形传不断的告诉我们 教会是如此 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 那就是困境是我们遇见 我再说一遍 我不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一直到年老 被主接去的时候说 我在临生南路聚会了几十年 没人告诉我这件事情 所以我一直在困境里面 我却没有经历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困境是遇见前奏 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圣经 就是记载这个道理 我先把答案告诉你们 困境是遇见神迹的时候 所以我们来看到底圣经上怎么讲的呢 彼得被抓进监狱又被救出来 就是要门徒们一再确定这个原则 就是困境是我们遇见神迹的前奏 这件事情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请我们来读使徒行传十一章 二十九到三十节 二十九到三十节 我们快快来读十一章 二十九到三十节 预备 请 于是门徒定义照 个人的力量捐钱 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 他们就这样行 把捐相托巴拿巴 我们读十二章二十五节 预备 请 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 就从耶路撒冷回来 带马可的约翰同去 原来这个是一个什么时代呢 这是一个西律王亚基帕一世的时代 那个时候基督徒大发热心 他们福音已经传到了安提阿 传到安提阿之后 他们就听到说 原来犹太地区那里有饥荒 他们就把钱筹了 就叫巴拿巴跟保罗把钱带过去 弟兄姐妹 有没有爱心啊 很有爱心 你要是不清楚背景 你不知道有爱心 你清楚背景你就知道很有爱心 因为犹太地区的基督徒是犹太人 安提阿地区的基督徒是外邦人 犹太地区的人把钱拿去安提阿地区 比较困难 还是安提阿地区的人把钱拿到犹太地区 比较困难 这是高级问题 所以你答不出来我就再简单讲一点点 是犹太人不喜欢外邦人 还是外邦人不喜欢犹太人 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 不是外邦人不喜欢犹太人 我说我跟你何仇呢 可是犹太人就不喜欢外邦人 他们认为你们根本就不是人 所以犹太人并不想把福音传给外邦人 即便他们变成基督徒了 以后因为上帝的工作 因为彼得的坚持 因为后来大家都觉得说 看起来上帝真的有要这么做 他们就把福音传过去了 传过去了以后 没想到安提阿就变成一个 很有力量的教会 当他们听到犹太人 他们有困难的时候 当他们听到犹太地区有困难的时候 他们就把钱集资起来 送回犹太去 就是一个被不喜欢的人 把钱送到不喜欢他的人身上 听得懂吗 很困难吧 对不对 如果你不喜欢别人 你送他钱难不难 难不难 不难啊 那被不喜欢的人 把钱送到不喜欢他的人身上呢 就更难嘛 不是这样子啊 你们圣经都不读 而且还思考也不太明确 所以对他们来说 他们是很有爱心的 可是没有想到 就对这件很有爱心 而且使徒行传25章以后 25节 12章25节以后 就开始他们的整体的宣教工作 所以他是夹在两个非常美好的事情 一个是很有爱心的行动 一个是准备宣教的行动 可是中间夹了一件事情 那件事情就是他们受到逼迫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是教会永远 不会变更的历史事实 教会不会变更的历史事实是什么 就是一 这世界总是用尽办法 阻止教会的发展 请你写下来 这个世界总是用尽办法 阻止教会的发展 我们提到安提亚教会的弟兄姐妹 很有爱心 知道犹太地区的弟兄姐妹 遭遇饥荒 大发爱心 募集了钱送过去 不仅如此 当他们回来之后 他们就开始展开大大的宣教工作 照理说这么两个美好中间的时间 应该夹的是好事还坏事 好事嘛 神也应该赐福我们 我们这么有爱心 做了这么美好的事情 可是为什么碰到困境呢 弟兄姐妹 我来告诉你一件事情 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 永远不会改变的历史事实 就是这世界总是用尽办法 阻止教会的发展 我们来读第一节到第五节 第一节到第五节 我读一节请你读一节 那时西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 用刀杀了约 对不起第二节请 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 又去捉拿彼得 那时正式除笑的日子 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 教会却为他窃窃的祷告神 这里所讲的是那个西律王 那这个西律王不是想要杀耶稣的那个西律王 因为那个西律王已经死了 那个西律王已经死了 这个是西律王的孙子 是西律亚基帕一世 西律王是一个世袭的家族 我们通常叫他大西律 大西律是个世袭的家族 因为他跟罗马皇帝有非常好的关系 他的儿子都送到罗马去留学的 所以他们两家是世袋交好 大西律是这个乙东人 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呢 大西律死的时候呢 他的国土就分封给几个他的儿子 以后等到他一个孙子出来 很大的利息 很优秀 就把他全部又化归他一个人管 就是现在所谓的西律 是西律亚基帕一世 他那个时候下手苦害教会中的几个人 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就说下手苦害教会中的几个人 我们读起来很简单 我请问你 真实的状况是很辛苦还是很轻松啊 一定的 一定的 最近教会 最近中国大陆在拆浙江省的教会 对吗 那你因为你不知道 所以你不了解 这拆得如火如荼啊 流血事件不知道有多少 就拼命才拆教会 然后拆十字架 当然教会也有应该检讨的地方 因为他们申请了盖几瓶 他们就盖得很大 超过那个 政府突然抓到机会就拆你的教堂 你知道不知道流血有多少 可是教会历史将来只会记上一笔 在哪一个年代 政府拆了许多浙江的教堂就结束了嘛 可是有多少人在那里受苦 这边也是一样 而他很清楚地让我们知道 使徒中最重要的三个 有一个叫做雅各被什么 被杀了 约翰 看起来是逃掉了 躲起来 还有一个愣头愣脑的又跑回去 就被抓了 是谁 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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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提到 西律就把彼得抓到监狱里面去 今天我们的问题是 我们这么爱主 我们的教会也尽力做神托付我们的事情 为什么我会遇到这样的事呢 为什么我们教会碰到这样的难处呢 或者我们教会为什么会有困境呢 或者我们这样子服侍这样爱主这样表现 为什么神没有赐福我们呢 答案是 因为这世界总是用尽方法阻止教会的发展 用在我们个人身上就是 因为这世界当然是撒旦利用外在的环境 总是用尽办法让我们遭遇困难 目的是要叫我们基督徒不要在 有生之年可以好好属灵的成长 弟兄姐妹我问你一个问题 我们信了耶稣困难会不会减少 会不会 你们不错 那终于我这样答案我就比较舒服一点了 困难不会减少困难跟别人一样多 可能你感觉困难减少那是你主观的感觉 因为吃苦当做吃补你就没感觉了对吗 这个要用台语念才比较准吗 当你把吃苦当做吃补的时候 苦就算不得什么了 可是 很抱歉我必须按照圣经告诉你 我们不只是苦难不会减少 而且可能更多 而且这个苦难并不一定容易 为什么呢 因为主意听啊 因为神要扩张我们第一 因为神要扩张我们第一 第二 因为这世界用尽办法阻止我们成长 在这边教会当中最重要的三个人 一个被杀 一个躲起来 彼得却被关起来 你觉得教会还有希望吗 不信我们不能讲别人了 就把我杀了 对不对 李静渊躲起来 再把林正义抓去关 你觉得我们教会还有希望吗 答案是哈利路亚 对吗 说不定我们教会就复兴了 但当时不是这样 当时他们三个是教会最重要的人 更令人挫折的是 刚才我说过了 彼得被关的监狱不是一个容易劫狱的监狱 他是四个人看守 四班兵丁 换句话说 一天二十四小时 左右手都被两个兵丁靠起来 还有两个兵丁看守 你觉得彼得有机会吗 没有机会 亲爱的弟兄姐妹 其实我们不一定有机会 从人来看 我们的困境不一定能解决 从人来看 从这里我们可以想想自己 你现在遭遇的困难有可能改变吗 在我继续讲下去之前 我要请你想一想 因为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具体的难处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外在的挑战 你的困难是难于对付自己 老是有一个东西 你自己都不喜欢改不过来 还是你家庭有实际的难处 不一定怪你 可是你的家庭就这样 那个环境让你没办法改变 还是你工作的艰困 还是你人际的关系 但无论哪一项 这世界的王只有一个目的 叫我们不安 叫我们灰心 叫我们沮丧 叫我们失智 让我们的生命退后不再成长 让我们对神失去信心 这个是撒旦要达到的目的 它总是让我们碰到这样子的难处 我知道你的难处可能已经很多年了 都一直没有改变 我虽然具体不知道 但是圣经上这样讲 它就是真实的 我在继续讲下去之前 我要请你把你那一个问题带来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我要你把你那一个问题带来 你过不去的那个问题 无论是客观的过不去 或是主观的过不去 无论是外在的过不去 或者是你里面的过不去 在我继续讲下去之前 我们有一分钟的时间给你祷告 请你祷告 把你的那个问题带到主的面前来 我只要你把它带来 没有求你 没有要你求神把它改变 我要你想想你那个问题有多麻烦 它的后座力有多强 它会造成什么结果 带来了 OK好 看这边 我们继续看下去 你也把你的问题带来了 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有没有 当时那个教会那么大的难处 他们教会就通常三个同工 一个被杀了 一个逃走了 逃走的不一定有错了 因为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柴烧 问题是这个教会一直都是彼得在发动的 现在彼得关在监狱里面 而且已经到了最后的日子了 我们来看这件事情后续发展如何呢 请我们来读圣经第六节到第十一节 六节到十一节 我来读六节 你读第七节 西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页 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 睡在两个冰丁当中 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 天使对他说 树上带着穿上鞋 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 披上外衣跟着我来 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 就来到临街的铁门 那门自己开了 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 天使便离开他去了 我们对于犹太人的节期不是很了解 因此我们不知道 其实彼得被关起来的不只是一天一夜 因为除孝节第三节讲的 到玉月节有好几天 换句话说彼得是被关了好几天 那最近也不是最近了 最近好多年都是这样子的 世界上天灾人祸 又是坠机又是气暴 对不对 又是地震 我们都知道有所谓的黄金24小时 到后来24小时过去了 我们又讲说黄金72小时 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发生问题的时候 当我们要救人的时候 是要越什么越好 越快越好 越早越好 才有可能安全的救出 我告诉你 关在监狱也是这样 你收押的时候你要马上抗告 听得懂吗 看看法官会不会重新判一个 把你放出来 如果你已经关进去了 你抗告一次两次 或者你没有抗告时间久了 你也不用救了 困难很大的 彼得被关了好多天了 我告诉你门徒当然不会束手 救情坐以待毙 他们一定想办法救彼得 但是有效吗 没有效 因为已经来到最后一天了 来到最后一天了 来到最后一个晚上了 明天早上就要行行了 我想他们只有放弃了 有办法吗 讲当时雅各被抓被杀 门徒也祷告 也一定想不过办法营救 但结果雅各还是死了 或许约翰跑得快 但是彼得还是被抓了 有希望吗 有希望 尤其在罗马兵丁的戒备之下 是西律亲自下令的命令 谁敢改变 谁能改变 我不知道你的困境是不是也是如此 你这样客观的看过去 就是没什么希望的 你的家庭 你觉得有可能改变吗 你目前老板对你的状况 或者你是碰到工作上的难处 你觉得可以改变吗 你心里不能过得去那一点 你觉得可以改变吗 你现在的难处 你觉得可以改变吗 弟兄姐妹 但是圣经上明明的告诉我们 在人不能在神 大声一点 在人不能在神 阿们 我们做基督徒做久了 不相信这句话的 在人不能在神 凡事都能 那一夜发生什么事情 是不是有人来营救呢 没有 没有人来营救 是谁来啊 天使来营救 那天宾丁睡得太沉了 有光 他竟然没有醒来 有声音 也没有吵到他 铁链掉下来 他竟然没有醒 他是上班时间的 听得懂吗 这个不是下班时间 连天使说话 他都听不见 直到彼得离开宾丁身边的时候 他们也没有感觉 怎么可能呢 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是 另外还有两个人不可以睡的 你知道吗 我再说一遍 你不了解这个状况 你不了解这个状况 他们是一天四班 一班六小时 每一班四个人 换句话说 那是他们的 on duty的时间 他们上班时间 我问你 大夜班的护士可以睡觉吗 为什么不能睡 那是他上班时间 他是白天睡觉 晚上上班 那就是大夜班 对不对 所以他们现在是在上班 而且他们一天只工作六小时 你想工作六小时 上班老板生不生气 当然生气 你知道生气的结果是什么吗 你看十七节十八节 十八节 看十八节 看十八节 他们上班时间睡觉 上班时间睡觉 发生一个状况 十八节 十八节 十八节十九节 我们来念预备 请 到了天亮 冰丁老乱得很 不知道 往哪里去了 西律找他 找不到 就审问看守的人 吩咐把他们拉去 这西律也太残酷了吧 不是 因为他是亲命要犯 叫你们四个人看着 你只不过工作六小时 你还可以睡到早 人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怎么可能这样呢 所以只有一个办法 把你拖出去宰了 我找不到他 就为你们四个人问 所以你就知道 他们四个人是不应该睡觉的 也不可能睡觉的 那两个人比较容易睡着 因为三个人绑在一起 对不对 那个铁链到底是很长 还是很短 我也搞不清楚 是不是扣得紧紧的 还是说有一条铁链 就让他不要到处乱跑 我不是很清楚 不过这两个人 因为整天都跟着走在一起 就是四个人 六个小时跟他走在一起 累了 如果我睡着了 他们两个睡着合理不合理 那两个人就怎么样 就更不能睡了 怎么会四个人都睡得 像死猪一样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是 这个世界的王要让教会不能发展 这个世界的王要让我们不能成长 但圣经告诉我们 请你写下来 神在最佳的时刻 会以大能成就他的美意 请你写下来 神在最佳的时刻会以大能成就他的美意 摩西的带领那些逃命的以色列人 怎么过了红海的 当他们到了那个红海边的时候 真的后面真的追到后来没办法了 他们就已经跟摩西吵了 后来摩西吵了跟上帝说怎么办呢 这叫做前有红海 后有追兵 对吗 就是没有路嘛 怎么有路呢 可是 神跟摩西说 把藏指向红海 红海就分开 我建议你当成故事听听 这样你的基督徒生命会比较悲惨一点点 当约束亚走到约旦河的时候 神说过去 怎么过去呢 于是神跟约束亚说 叫祭司把脚踏在水里面 摩西的时候还自己动作 对不对 约束亚更麻烦了 叫别人坐 倒霉的祭司之后怎么样 把脚踩到水里面去 一踩水就分开了 是吗 是啊 那你圣经没有读好 没有 至少在那边踩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 那还是最快的 那个要水流时速超过60公里 才会在一个小时之内水停掉 因为那个路太远了 是停在上面不是停在这里 当耶稣把五饼二鱼分下去的时候 你知道五饼二鱼的鱼 不是我们的黑鱼鱼 五饼二鱼的鱼是这样大条的鱼 是这样大条的鱼 那个饼不是现在外面用收水油做的大饼 是这么小的饼 所以五饼二鱼一共是一顿饭的 一个人的一顿饭 五饼二鱼 不是金氏世界基督做的大饼 五饼二鱼是一个人一顿饭的量 耶稣分开来五千个男丁吃饱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彼得怎么可能被动的 注意听啊 是被动的突破层层的介护 来到街上了 因为神在最佳的时刻 会以成就会以大能成就他的美意 你信不信 你信不信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不信 圣经上说到不是我说的 你不要觉得我骂你 如果我们不信 我们比 如果我们不信这件事情 我们比不信的人还可怜 我们比不信的人还可怜 不仅圣经上这样记载 教会历史上有多少见证 就是今天我们也听到多少神童在 神的神迹在我们的生命周遭 甚至发生在我们生命上的事情 今年七月二十号 我到菲律宾去主持一个 主持一个开幕典礼 开幕什么呢 有一个教会开幕 那教会是什么呢 因为菲律宾那个教会 菲律宾那个区域是一百年前 中国大陆的福建的人移过去的 所以全部讲福建的话 你知道闽南人讲话是很不容易听懂的 过了一阵一城一乡 过了一座山头话就不通了 所以他们过去的时候 从惠安过去的 从厦门过去的 从潮州过去的 从几个过去的那边 石诗过去的 他们的语言都不是有一点像 但不完全一样 像潮州话我们可能就听不懂的 然后他们就在一起 他们就开始养成他们的生活 他们到现在为止 还全部讲闽南话 或者他们下一代讲英文 就是不会讲所谓的国语 没想到近年 这十几二十年来 有中国大陆的移民就过去了 到那边他们就在那边生活 他们就在那边生活 他们在生活中他们发现一件事情 他们进不了教会 为什么基本教会呢 因为听不懂 那些人也很想帮助他们 可是不会讲国语 所以就形成一个很特别的状况 就在这过去几年当中 一直都一直一直 十几年了 十几年很痛苦 每一个教会都想建立教会 建立那个团系都建立不起来 后来在一两年前 我在那边服事的时候 他们就说我们一起来做 后来我们就成立了一个 一个董事会 把老乔的力量集合起来 为新乔盖一个教会 听得懂吗 然后盖完了就把这个教会 交给新乔 就这样子 后来我们就开始做做做 做完七月二十号 我们就做献堂的典礼 当然不是那么的容易 因为你知道教会有门户之争 也有很大的困难 后来我们就开会 一直开会 然后就终于要献堂了 那献的那个堂有多大呢 献堂那个堂呢 那个堂呢 室内面积五百平 平喔 不是平方米喔 我刚才一讲 那个庄淑琪的眼睛真的很大 五百平给我们好不好 好的不得了 不是好 五百平啊 让那些老乔就捐钱捐钱捐钱 就把它整个装潢出来 我告诉你 那个地方户外 还有六百平方米 六百平方米是一百多平 对不对 一百多平啊 还有户外 然后他们就把它装潢起来 装潢的时候呢 我就打电话给玉国说 你可不可以过来帮忙 玉国本来跟我说 李哥我真的很忙 后来他坐飞机的时候 神感动他说 你不是说你要服事我吗 怎么去下菲律宾就不行呢 他吓得回台北跟我说 我马上过来 他就过来了 那只睡一个晚上就回去了 他就把图画回去了 然后就请他们公司画 画全部给他们画 画得非常的清楚 不要钱 就给他们画了 以后我们就开始装潢 租金呢 那个租金 那个租金是 那个租金是 一年是八百万台币 我们教会都不一定租得起 一年是八百万台币 有人奉献 这一条有人全部奉献 其他的我们用了几千万 把那个装修起来 装修起来那天就现堂 现堂的时候呢 我们就计算了未来 我们还需要花多少钱 我们未来 租金不算 我们未来的五年还需要 奉献的不算 还另外需要外筹 两千万 两千万 Pestle是多少钱呢 乘以零点七就是台币 要两千万 那天我们现堂的时候呢 我们就进去 进去的时候呢 我们就十个人排队要进去 因为已经几百个人在那边了 进去的时候 那个有个总干事 就跑来跟我说 李长老李长老 那今天要不要奉献啊 我说哦 我忘了 我早去两天 就是把它弄得非常的顺利 我说我忘了 他说你赶快决定 今天要不要奉献 我就跟他说好吧 那就去奉献好了 他说怎么奉献 我说那去找奉献袋 他说我们只有四个奉献袋 他就趕快去做奉献袋 就是做那个纸袋子 然后大家要上船 这样 上去之后呢 因为聚会一直在进行 我是在后面的节目 我要介绍这个教会的历史 然后 等到我上去的时候 我知道我要负责奉献 就开始讲 讲完了之后 我就说现在我们要开始奉献 大家也没问题嘛 奉献就奉献嘛 参加一个聚会 奉献一点钱有没有问题 没有嘛 对不对 大家就在这 我也讲说现在开始奉献 大家就开始拿皮包 就开始奉献 有些是新桥没什么钱 有些是老桥比较多钱 可是新桥没什么钱 身上带的没什么钱 对吗 老桥很有钱 所以身上呢 也不必带钱啊 真的啊 你如果带了很多钱的 你就是又不是老桥 又不是新桥 因为新桥没钱嘛 那老桥不必带钱嘛 所以呢 大家就拿皮包 我就看大家拿皮包 我就说等一下 我说我们祷告一分钟 为什么叫他们祷告一分钟呢 因为我没有预备好 要怎么奉献 我就叫他们祷告一分钟 但他们祷告一分钟的时候 我就跟神说 他们也祷告 我也祷告 他们祷告是要奉献多少钱 我祷告是说 神啊下一步怎么办 我就跟神说 刚刚我都没有预备要奉献 现在你既然说要奉献 怎么奉献呢 我告诉你神感动我 叫他们每一个人都把手放进去 我说什么 他说每一个人奉献袋 不要用传的 要用拿的 就是拿到你的前面 这样子经过 然后每一个人都要把手放进去 我就跟神说 我从那边干过这种事 我们临身难路 从那边叫你们奉献过 对不对 只叫你们到外面 找到一个小箱子丢进去就好了 而且不要让人家看见你奉献多少钱 我说我不知道怎么做 后来我就跟神说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神就告诉我说 说你告诉他们 你们未来五年需要多少钱 我就说 所有人看我 他们就看我 我从这边来 我说看这边啊 我说我们五年之内 除了他们自己的成长跟奉献之外 我们需要两千万 每个人都看到没有 就这样子 看到了哈 我现在祷告 祷告完了 奉献 我说每一个人传 传过去的时候呢 你有现金的 你就丢进去 你没有现金的 手还是要放进去 要说 我愿意在五年之内奉献多少钱 就这样 如果你有现金的时候 你放进去 你没有现金的 你就说我五年之内要奉献多少钱 你有现金的 也可以奉献的时候 说我五年之内 还要奉献多少钱 就这样子 一轮就结束了 结束完之后呢 我就跟神说 我说 从来没干过这种事 也我就出去了 你知道外面的lobby有多大吗 那个外面的lobby 跟我们这边一样大 这边没有 外面的lobby 整个打开来 你知道多大 那个lobby 简直三百个人在里面 就轻轻松松的 在那边 我们教会很羡慕 对不对 就在那边聊天聊天 就有一个 就有一个人跑到我面前来 他说李长老啊 感谢主 感谢主 这样子 他说感谢主 我也感谢主 对不对 对啊 因为胜利嘛 对不对 他说感谢主 感谢主 神大的荣耀 我也说感谢主 感谢主 他看我不太懂 他就说李长老感谢主 我就说感谢主 后来他就走近一点 他就跟我说 他说不是啦 他说我刚才非常的感动 他说我告诉你 我奉献十分之一 我奉献两百万 你们都不感动的 他说我奉献两百万 我吓一跳 我说感谢主 后来我就走过去 那个副董事长走过来 就跟我说 董事长跟你讲一件事 我说什么事 他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说哎 怎么样 他说有人要奉献两百万 我说我已经知道了 他说你怎么知道呢 我说他告诉我了 他说他为什么会告诉你呢 我说他就告诉我了 他说不会啊 他跟你不熟 他不会告诉你 我说你说的是谁 他讲了一个名字 跟我讲了一个名字 不一样的一个人 感谢主四百万 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 又跑出两百万 第二天早上 有一个人打电话进来 四百万 后来又听到一个人 打电话进来 两百万 这样多少钱了 会不会算 才一千二啊 后来又有人打电话进来 说五十万 后来又有人 你知道那一天 这样多少钱吗 至少两千万 我告诉你 这个不是我做的 如果是我 我会写一个碎帖 把整个的历史写下来 然后要情池动人 对不对 然后要把这些新桥移民 多么辛苦告诉他们 然后早早早的发出去 然后请他们 好好的在座位上面祷告 然后写下来 然后撕下来 再奉献 我不会干这么不负责任的事情 叫人家把手放进去 就说钱进来了 我告诉各位 神总是在最佳时刻 以大能成就 祂自己的美意 我们总是自己想尽办法 你知道吗 那天当他们告诉我说 钱大概够了的时候 五年耶 未来的五年 我一方面真的很高兴嘛 我就不用筹钱了嘛 对吧 我一方面很挫折 我跟神说 我过去两年这么努力 筹了几千万 然后呢 你不过这样的感动我 那我算什么 你听得懂吗 你看人多软弱啊 我就跟神说 你怎么这样就搞到两千万呢 弟兄姐妹 不是异象 是什么 是真的 那你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来 他一定可以做的 第三 基督门徒应该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 生死之度外 如果我们往大处看 这个世界总是用尽办法阻碍教会的发展 或者我们个人的成长 从大处看 神在最关键的十个会议大能成就他的美意 但是我们在这边发现一个很细微的小事 什么小事呢 就是彼得把自己的死生置之度外 我们都记得彼得在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的表现 他吵着要在水面上行走找麻烦 他争先的说出 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然后耶稣说 这不是你说的 是圣灵说的 彼得在还没有 耶稣没有复活 圣灵没有降临以前 他做的事情都令人讨厌 他的门徒几个人都洗完脚之后 轮到他耶稣要给他洗脚 他说夫子你不可洗我的脚 你也以前说的 对不对 前面已经洗了这么多人了 然后你说你不要洗我的脚 意思就是你看 他们没有像我那么体贴你 他们都不体贴你是老师 只有我最体贴你是老师 一脚踹死你 有人这样陷害同胞的吗 他就干这种事情的 可是到了他现在 他改变了 西律王要把他提出来的前一页 他睡着了 睡到一个地步 你知道他已经关了很多天了 他不是第一天关 他也知道明天要处死了 他也知道西律雅基帕医事的残暴跟毒断 这次他是绝对没有活的可能了 他也知道他的朋友 想尽办法救他 他左看看右看看 就是没有希望 但他怎么样呢 他仍然睡到很安稳 睡到一个地步 有光照耀他他也不行 天使要拍他才把他叫醒 拍他还叫他醒了 然后叫他醒了 还叫他说穿衣服 他就穿衣服 穿鞋子 他就穿鞋子 你就知道他还迷迷糊糊的 对不对 我问你 有谁在明天要执行死刑之前还睡得着的 有谁 除非你有一个更高的理想 除非你有一个超过自己的价值观 我们不可能像彼得这样子的 可是你看圣经上很多这样子的人 以色帖说死就死吧 以利亚伊比850个先知 摩西十次见法老 当我们说我们自个人死生于度外的时候 我告诉你不一定是指的生命 生命我们其实并不怕死 因为死只有一次 其实 我们说个人自生于度外的时候 是指在所有的小事上 我再说一遍 在小事上我们到底怎么看 别人老是偷老板的时间 你偷吗 没有人愿意甘愿的付出 你愿意吗 别人看不见我们的服事 你还继续服事吗 我们做的这一件事情是为了自己 还是为了做给神呢 个人自死生于度外 一定有个更高的理想 有更美的价值观 我该告诉各位所有的人做事都有个目的 运动员这么努力是为了奖杯 孕妇这么努力是为了得一个孩子 甚至走失毒品的人 他都有目的的 他想赚大钱 但我们有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想要遇见真的 而不只是看到异象做到梦 基督门徒应该将自己的死生置之度外 最后写下来就结束了 弟兄姐妹应该以祷告 守望教会各种遭遇 如果你礼拜三可以请你来参加祷告会 如果你时间不可以 请你在家里好好祷告 神迹的背后总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祷告 第五节 第五节 第五节我们来读完 第五节预备请 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 教会却为他窃窃的祷告神 十二节请 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 他母亲玛利亚家去 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 他们已经祷告很多天了 他们不是一天祷告 他们是一直祷告你知道如果你读这段圣经 你就发现祷告的最后一页 他们就通宵祷告了 不睡了 为什么 因为彼得还没有砍头 我们祷告到他如果头砍了就算了 但是没有 所以他们一直祷告 一直祷告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相信神到底要表现在哪里 我们相信神到底要表现在哪里 我告诉你是祷告 祷告不是一个形式 祷告不是要强迫神 祷告是表现出我们的相信 所以相信带出祷告 祷告表现相信 我刚才为什么叫你们先把你们的困境带来呢 因为你没有带来 就表示你根本就不相信 我盼望今天我们在座的 在这边大概两百位左右 我盼望今天在这边 所有弟兄姐妹 你刚才祷告的那件事情 最后你会说不是异象 是真的 我再说一遍我不知道你的困境是什么 但是不是异象 是真的 当你带来的时候你就看到改变了 我们一起起立 主啊 我们知道你把我们从 罪恶 污泥 祸坑救出来 不是要我们比不幸的人更可怜 但是在我们当中 很多人比不幸的人更可怜 因为我们不相信你所做的事情是真的 因为我们一直听见圣经的神迹启示 我们也听见别人身上所发生的事 我们就是没有把我们的事带到你的面前来 所以我们没有发现你是真的神 我们突然守了眼数会 我们把每个礼拜都拿到你的面前来 为了要让我们心里面良心得到平安 我们甚至不敢把钱拿去买 我们想买的东西 我们只是守住律法 把钱扣现到教会 但是我们却不知道你是活的神 我求你恩待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知道 主啊 你是活的神 你会改变我们 你会改变我们这个人 你会改变我们的环境 你一定是麦为神 因为除了你以外并无别神 我求你自己来恩待 来保守 主啊 你的恩典够我们用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谢谢主 主啊 我再一次把今天在座的每一位交在你的手中 让我们离开的时候 主啊 我们要说我们要知道那是真的 主啊 那个不是异象 主耶稣我们现在要分散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交通 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